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貓熊許 你是 教我大一點就好 我們今天到了這個地方叫什麼 離尾尻尻尾是一個小鎮 在汉密爾頓的偏西南的地步 短袖哥帶我走一走這個小勁道 健身的一天 现在开始 走吧 后面的那个 你刚刚说是在哪看的 Instagram上面 就特别像是 宫崎俊里面的那种 龙猫的那感觉 每一次从Rotoro 到这边的话 中间有一个 那个猪牛羊小镇 它不就有一段路 都是树丛 表面的树那块特别美 根据可能树丛也有关 你把路拍去自然的 就给你 就给你 就这么长 那这要修剪吗 不管 整个一个弯的形状 挺漂亮的 挺多 很多栈道都有这种东西 就窜过去的那种 走吧 毛球的 吓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狗发摇 我是琢磁 我还以为 这些窜出来的什么野兽 猛禽 有台颈的地方 稍微小心点滑 嗯 这些感觉很单纯 的确很容易 这块咱们有吃 怎么不清楚啊 上游没有人洗澡做饭 洗澡洗牌做饭 咱不是在云南待着 还是空气好 海浅是一个简直 空气好最好的 这个就是他们那个毛利的一个文化特 文化象征就是生命树 嗯 它是下面是 sulver 它下面是银色的 你看 哦 这就是银绝是吧 是银绝 你看银的嘛 它下面有点泛银的感觉 哦 传说中的 sulver fun 是 是 是sulver fun 这边的银色更明显一点 哦 对对对对 隔阳光你看银色更明显一点 是是 对对对 我看到处都是这种 嗯 蕨类 好歹还有一个人是的 就是 现在到了他们这边的一个观景点 是一个洞穴 应该是地质结构往下压出来的吧 是吧 这个意思 就是下面有什么生物 什么化石什么的 对 from the sea on the sea 原来这可能是海 原来是海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海 那 冰川时期完事了以后 海平面下降了 哦 对是海平面是下降 那都感觉是 n年n年以前 他们说为什么很多人在山上找着了化石 就是原来可能地方就是海 这个路开始有点 不是那么的 follow you 要尝试一下 我觉得黑不拢灯 我怕崴脚 你说 都行 我先进去摸一下 这个路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你觉得今天咱们这鞋 你注意啊 你拿那个伞当拐棍 实在不行就回来吧 嗯 哦 是这样子 它里面还在伸下去吗 对 它应该里面还在伸下去 那里面可能有萤火虫吧 我不知道 但洞穴探险这个事情我还 看什么样子 你看好脚底下啊 别崴了 嗯 嗯 咱们撤了 我觉得今天这鞋 咱们这鞋子不太适合 行 因为我上次找了一个洞穴的时候 也是到洞穴里去挖点样子 然后 我可以蹲到这 后面的那个洞就 里面特别黑 然后我们穿的都是旅游鞋 不是登山鞋 也怕出现什么问题 白脚的问题 对 嗯 现在就打算原路返回啦 一 二 三 走喽 太阳出来了 有点小热 但是感觉特别的舒服 新西兰 你刚才说那个 这多少年旅游业都没有变哈 就是这种 对啊 十几年了 我04年第一次来新西兰 玩着 玩着 走 走山走东西 还是走这些 这家的烤鸡也很不错 里面的这个沙拉鸡 你自己拿的自己放的 这个连锁店 好 连锁店 这家店我之前吃过 然后鲁肉啊也有 对 它是主打的葡萄牙的那种做 我过哪儿做 你喝喝 嗯 吃吧 吃吧 就先开始吃 吃吧 我吃吧 乖 你吃吧 对 你吃吧 吃吧 你吃吧 我吃吧 你吃吧 你吃吧 我吃吧 不算 我不算 你吃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同行竞争啊